Switch这台游戏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大 它相比于我之前用过的掌机大了很多 所以当初我对它这个外形是没什么好感的 再加上这上面也没有我特别喜欢的游戏 因此我之前看到Switch相关的视频文章之类 我都是直接滑过去的,完全没有兴趣 但是前段时间猎天使魔女3要发布了 这个消息出动了我入手Switch的想法 所以我就开始了解Switch相关的内容 这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收集到的信息 首先关于国航版本 如果你选择国航版本,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永世称号 那么为什么网友会这么说呢? 主要是Switch国航版本是不能登录其他地区的账号的 而它的商店里面的游戏只有几十款 所以国航能玩到的数字版游戏会少很多 那如果玩卡带的话 国航是可以玩的 也可以进行游戏更新 但是后续不能下载DLC 也不能和其他地区的网友联机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建议不要买国航的 接下来是Switch的型号 最早发布的时间是2017年 那款应该是Switch普通版吧 然后2019年又推出了续航版 主要区别是电池变大了,可以玩更久 同年它还推出了一款Lite,屏幕比较小 然后两边的手柄不能拆,是固定着的 然后是2021年推出了Switch OLED吧 是目前最贵的型号,也是屏幕最大的 我手头上这台是续航版 先给大家介绍它的外观和配件 它的正面搭载了一块6.2英寸的LCD屏幕 分辨率为720P 两侧的手柄是可以拆卸的 这个Jaycom手柄也是挺有意思 拿出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内侧这里有三个按键 随便按一下还能亮起指示灯 然后我就有个疑问了 这个手柄是怎么充电的呢 毕竟这上面没有看到金属接触点 这是因为接触点藏在了箭头图标的下方了 不仔细观察还真发现不了 然后当我们把手柄拔出来后 它就只能通过蓝牙的方式来跟主机连接了 再来看主机本身 底部这里有一个USB Type-C的充电口 顶部有电源键 音量加减 散热孔 先进了3.5mm音频接口 游戏卡插槽 背后这里有个小支架 打开后可以让它在桌面立起来 不过感觉它挺脆弱的 支架打开后可以看到TF卡插槽 TF卡是可以用来装游戏的 毕竟Switch的内部存储只有32G 最新的OLED版也只有64G 中间是Switch的进风口 也就说它里面是有风扇的 不过一般我们是感知不到的 除非你把它放到耳朵旁边 官方的充电器是长这样的 最大输出39W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 充电时一般就10W左右 这个是底座 我们可以把充电器插在底座上 然后把Switch放到底座就可以充电了 不过底座最主要的功能还是输出射频信号 可以使用HDMI线连接电视或者显示器 通过这样来在大屏幕上玩Switch游戏 其实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 总体的体验还是比较满意的 平均我之前用过一台Switch Lite 是,它的手感确实不错 但是续航不行啊 两个多小时就没电了 而且屏幕小,有些游戏对话字幕看起来比较费神 所以续航版我用起来体验就好了很多 而且它还有个底座 说不定我有时还可以用它来直播 当我们把它放到底座作为主机模式来使用时 就需要把手柄拆下来用 这时就需要用到这个手柄握把了 把两个手柄插进去就可以 不过说实话呢 这样是属于能用,但确实不好用 我感觉它这个手柄的按键 键程都很短,手感确实不咋利 特别是这个剪 简直是一个失败的设计 反正我每次要按这颗按键都非常困难 所以我之前时不时就想着 要不要去买一个Pro手柄 来改善一下手柄体验 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 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我很少使用主机模式连接大屏幕啊 所以也就算了 这台游戏机我到现在的游戏时长 应该有50个小时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这种比较轻松的 像这个大熊的牧场物语2 在里面可以种菜,养鸡,钓鱼等等 这款是创世小玩家2 之前的第一代我是在PSP上面玩的 虽然这两款游戏在电脑上也可以玩 但是我感觉这种还是挺适合用掌机玩的 毕竟它的性能要求不高 玩法也比较轻松 挺适合躺着来玩的 然后对于游戏大作 但是上面运行起来的画面效果呢 确实不怎么样 例如这个猎天使魔女3 可能有的人会说 就Switch这性能 游戏玩起来就是整屏马赛克 对于这个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毕竟我是用过3DS的 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满屏马赛克 对于Switch我觉得还行吧 毕竟这是任天堂嘛 画面太好可能就没有游戏性了 你要知道它的上一代主机VU 它这个gamepad的屏幕分辨率只有480p 并且按电云键是不能吸屏待机的 长按的话就直接关机了 而任天堂的上一代掌机呢 3DS它可以待机 但是你待机几个小时 机器就没电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不玩了就直接关机 而现在Switch是可以正常待机的 待机一晚上也不怎么掉电 已经达到索尼十几年前PSP的水平了 也算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Switch肯定是一台非常成功的游戏机 至少人家一亿多的销量摆在那里了 我呢还是那个观点 在入手一台游戏机之前 应该考虑的是 这上面有哪些我喜欢的游戏 这些游戏值得我去入手一台游戏机吗 毕竟游戏机它只是一个娱乐工具 它也不能用来干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入手之前还是多了解一些比较好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希望可以帮忙点个赞 就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